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8月2号呢 湖州无星的吴先生报警说 自己存放在快递公司仓库的快递 被人给偷了 而且还不止一次 失去的东西呢也不少 随后警方通过侦查 很快挖出了这个快递大道 这是一个 是一代一代 好几代 第三次就是 这个问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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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落网后潘某交代 自己是做同装生意的 因为通过这家快递公司 发货的衣服老是丢失 对方呢也没有给他解决 他气不过 就去对方公司仓库偷快递 你看这本来自己是受害者 可以通过法律 或者其他正规的途径 来解决问题 现在呢 却因为不理智的行为被抓 真的是教训深刻